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竟然有2000亿美金 甚至在他的面前 比尔盖茨 巴维德 贝佐斯都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有人讲说他是一个邪恶堆出来的首富 他当权之后 透过谋杀 透过掠夺 他竟然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 好 我们今天请到六位来宾队 大家分享首帝的 康林大学副校长马西普 西米浩 大家好 对视为师工作者刘灿荣 大家好 第三位资深媒体王夏 大家好 第四位是网路官教主持人 各位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牛津大学的化学部 陈佑宽 大家好 好 第二位财经大学就好人说 大家好 选 刚讲到了 本来以为说川普好有钱 他的房子金币辉煌 而且他有自己非常大的私人飞机 可是没有想到 这一切在普丁面前 完全算不得什么 甚至一比较的话 他不但比比尔盖茨 比巴菲特 比任何人都有钱许多 抱歉 我们先来看川普 美国总统炫富之王 你看他邀请媒体到他家里去拍 我这整个家里面全景看起来俯瞰纽约多棒 我老婆美女儿漂亮 整个地方金币辉煌 都口气咩 所有的菜都有专门的服役来上菜 大家坐在这边都觉得很不自在 因为川普他真的很会炫富 他对外宣称他有100亿美金的身价 媒体调查发生只有37亿美金 这些企业很多啦 他还是很有钱 他以房地产为中心 全球有37个主要的投资 所以你说他是不是有钱 有 但问题是他一站在普丁旁边 只有他的六十分之一 他这么多 抱歉 我们看到现在 包括每日邮报 包括美国很多的媒体 把他们两个做对比 你真知道他们两个差了六十倍 普丁在官方资料上面 他大概只有20座房子 然后他说他每年的收入 大概300多万新台币而已 我是为了俄罗斯人民背起这个苦意 大家要知道我的服务心很重 但现在最新的调查出来 你知道这个一分析之下 他说普丁资产大概2000亿美金 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你把比尔盖茨跟我们讲之前的 可能一瞬间变成首富的 Jeff Bezos Amazon的创办人 两个人加起来 还没有普丁有钱 连巴菲特都加进去 可能还没有普丁有钱 你说 三个人 别有概念巴菲特加贝佐斯 三个加起来 没有普丁有钱 因为普丁很多钱是隐藏起来的 宝洁你知道 这是一个普丁以前的正底 想要印出来 他说苦意所享受的奢华 但这本书没有人敢帮他印 所以他只能把书的话之后 放在网路上 你看到他真正的奢华是什么 我现在看到的都是普丁的建筑物 对 而且还有很多私人飞机 然后那些石油大亨 送给他的游艇 手表 珠宝 全部都是官方资料上 就是完全没有 他都是百达斐力的表 你只能在抽丝剥茧之后 看到说 他哪来的钱买这些表 哪来的钱住在这些地方 哪有游艇 哪来的游艇 游艇都是他那些石油大亨送的 所以宝洁你看到 这表不是只有医生 就是我们刚刚讲 那个翔烈出拉财富的那本书 他说找不到印刷厂敢印 因为没有印刷厂敢干冒大不回 去讲普丁的实话 那百达斐力基本款就要一百万的 保洁这对普丁来讲算什么 他根本不需要自己花钱买 可是恐怖的地方不是在于普丁有钱 他有两千亿美金那又怎么样 问题是普丁说不得 你不能够讲他有钱 你不能够批评他 因为有人讲说他那个是用全世界最邪恶力量 所堆积出来的财富 这个家伙叫做Bill Browder 他当初是一个风险投资 在俄罗斯投资了很多钱 最后他出来讲说 我后来发现大概有一万人 专门是负责帮普丁保密暗杀 除掉政敌 一万人 对 Browder他讲说 我估计普丁有两千亿美金的身价 但是我资料运不出俄罗斯 因为我雇了一个俄罗斯的律师 叫Sergei Magnitsky 我才共用他调查到一半 他出庭作证说 没错俄罗斯内务部 收了两亿五千万美金的贿赂 你知道他什么下场 什么下场 然后就被带进俄罗斯的苦劳里面 你说就这个人 这个俄罗斯的律师 对 他被带进苦劳里面 然后关到那个单人房间 两手被靠在铁床上面 八个俄罗斯的特警进来 活活的把他打死 连口供连证据 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还没有讲什么 我还没有指控普丁 我只是想告诉这个世界 普丁有多少钱 我就被八个大汉活活打死了 而且宝洁那是2009年发生的事情 你知道到目前为止 没有凶手受到惩罚 这个案件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结案 你说他说找不到人 然后他的线索来源 叫哈桑诺夫 平常很健康 跑步跑着 53岁忽然心肌梗塞就死掉了 巧合吧 然后另外一个线人 知道格尼茲基被打死之后 跳楼 而且没有留任何的遗书 你逃命就好 我们还要跳楼 另外你也知道 我们刚刚讲 瓦列里库罗奇金 也是他献名其中之一 他特别 他知道 糟糕了 所有名单上的人都死了 我赶快逃到乌克兰 43岁的时候 死于肝功能衰竭 没有任何其他理由 还有2012年就是 律师被打死3年之后 一个银行业从业人员 也是他当初给他的资料 他躲到伦敦去 躲到伦敦凯特温斯雷所住的社区里面 出门跑步 同样心肌梗塞 而且更妙的是 当场都说没有心肌梗塞病死 后来解剖之后 发现胃里面有狼头草的毒 什么是狼头草 抱歉 狼头草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如果你今天想要变成狼人的时候 传作中可以吃那个草 但其实他有剧毒 最后发现 他很有可能是狼头草中毒 所以我们过去看在布袋系 有一句话 顺毛先给说不 现在普丁就是这个样子 你只要违逆我 你只要把我揭露出去 你就必死无疑 而且宝姐 不管你的多么位高权重 他们俄罗斯2015年有反对党 这个反对党领袖 叫做涅姆佐夫 以前在叶尔卿时代当过副总理 你说高不高位 高位 他率领一个反对党 叶尔卿 对 在2015年3月1号 他要办一个大游行 要求俄罗斯不可以参与乌克兰战争 好了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又怎么了 前一天晚上 他跟他女朋友走路回家的时候 就在克里姆林宫附近 一台车开过去开了七枪 全部打中涅姆佐夫 这也太夸张了 你在别的地方也就算了 你竟然在克里姆林宫 全世界戒备最森严的地方 你竟然被一台车子过去 开了七枪 活活把你给打死掉 而且更妙 开七枪他中四枪 但是他女朋友毫发无伤 太准了吧 他留不就在旁边吗 对全部打他身上 好 你知道我们刚刚讲 不是要办几万人大游行 没了 3月1号第二天取消了 没了 因为发动者死了 你说这样子的状况 普丁大帝 对他来讲 只要站在他的对立面 你就是死路一条 普丁也太狠了吧 逃到国外去 俄罗斯前国会议员 沃罗宁科夫 他一直是反对党 然后他一直声称 普丁操纵整个乌东地区的独立跟内战 好啦 结果他跑到伊府 也就乌克兰首都 给他派了很多的保镖 结果你知道怎么样 路边走来一个人 穿越他的保镖 直接把他当街打死 他有保镖喔 保洁有保镖 而且所有人都站在他旁边 却呆住了 你看这个画面 这就是一个一般的街角 他出去买杯咖啡 逛一逛而已 没想就这么被打死了 就这样堂而皇这毫不避讳的 就把他给宰了 所以保洁 你知道后来有一个 专门研究 俄罗斯特种部队 跟安全局的一个教授说 大家不要误会 什么全世界有很多专业的杀手 都假的 会有这种枪枪毙命 甚至保镖都拦不住的 一定是国家的行动 一定是俄罗斯的安全局的极机密行动 而且那绝对不是他一个人的行动 你一个人的行动怎么可能在当场震贺全局 你怎么可能在当场把保镖给控制住 也就是他已经控制局面了以后 才公然处决 所以保洁 现在普丁 不但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 也是最显赫的人 到底谁能够动得了他 恐怕在这世界上并不存在 好 那是从 看到普丁的面具 一个一个掀开了以后 你才发现 这背后这么多可怕的故事 他过去 19200 他过去是圣彼得堡小子里面的领导人物 没有想到 进到了克林林中 受到叶尔卿提拔之后 二十年来 他是全世界最有权势最有钱的人 这也太可怕了吧 保洁 年轻人普丁 可不是现在这个 呼风唤雨的这个样子 年轻人怎样 我们给大家看几张照片 这是1988年 当时美国总统雷根 他去访问俄罗斯的时候 当时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角落一角的话 这个金发 然后带着这个相机 在跟对雷根旁边的人 这个人就是普丁 他是隔别屋的间谍 盯着这个雷根的 他就在那边看 看这个目前 这个民众跟雷根的反应状况 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你可以看到说在早期的 这个普丁都是帮这个领导 你看这是普丁 普丁那时候手上拿的就是皮包 领导在前面 你看领导在前面的时候 他就在后面拿个皮包 他是拿包包的人 拿着包包 拿着饲料夹 你看就连领导 在跟这个人家访问的时候 你看他也是当成一个安全人员 在旁边守护他 而且你注意到 这个照片上来说的话 普丁都不敢正视镜头 也就是说他其实早期的话 就是一个安全局的人员 而且看他穿的衣服 其实是非常平常的 对 没错 以前的话 这个普丁是成一窮二百的状况 但是真正的转捩点 来到了1999年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叶尔 叶尔卿提拔他当总理之后 1999年的最后一天 叶尔卿就说我宣布辞职 辞职之后 当时的普丁就当上了总统 当上总统之后 他就开始全请天下 普丁是非常有头脑的 你看他大学的时候 学的是法律系 那他还拿到一个经济学的 这个博士 所以他非常有这个头脑 他是经济学博士 我们不要以为他只会捂的 他也很会文的 那怎么办 好 他一开始第一件事就说 我要把所有的六大民营电台 收归国有 因为第一个 我不准有反对的声音 在反对我 所以他马上就把这个电视台 全部收归国有 你说他一当总统之后 所有电视台都是国家控制了 对 没错 国家控制这些所谓声音的时候 一般的民众 可能已经没办法发声之后 第二个 他开始第二个步骤 整顿的七大财阀 在叶尔卿留下来的时代的时候 叶尔卿其实当时要走的时候 就跟他说 你好好照顾我的那些朋友 但是 七大财阀都是叶尔卿的朋友 对 但是普丁不理这一套 他就把这个七大财阀 开始一个一个一个 如果你要愿意跟我摘起的人 我就可以留你 但是如果你不愿意听话的话 我就把你斩掉 最有名就是这个霍多尔科夫斯基 他是谁 他是2000年开始的话 你只要每一年的 这个所谓俄罗斯的首富他 就是他 他是俄罗斯首富 对 他曾经有一度 他的身价来到了200亿美金之多 那时候是第一首富的时候 那你知道 2003年的时候 他就跟这个霍多尔说 我2004年我要选总统连任的时候 你要不要给我一些赞助 结果这个霍多尔就说 我不给你赞助 我要资助另外一个敌对 他才嚣张的 他反对普丁 因为他想说 我在俄罗斯钱那么多 我要资助这个反对他 我不资助你 所以他当时想说 有钱才是老大 我要当营武者 结果没想到 他没多久 2003年的10月的时候 他就被抓起来了 他被普丁抓起来的时候 普丁就说 我们现在调查你 你跟你的公司 尤斯克 两个可能有涉嫌到 所谓的逃漏税 所以我要 我就说我要查你的公司 用逃漏税抓他 逃漏税 后来又说你意图颠覆国家 就你看马上就被 罪名一直加上去 他马上就被判刑 2004年 05年的时候 他就被入奸 保健罩 他入奸入到什么地方 到哪里 他就被流放到这个 Sengaha这个地方 你说这个全世界最恶名 遭到的地方 这个地方 距离莫斯科的话 大概有1000公里 他是蛮靠近芬兰这个地方 冰天雪地 对 冰天雪地 非常环境恶劣 他如果你要逃出去的时候 他外面先有两个石墙 这个泥墙 泥墙上面都有铁丝网 铁丝网不说 你出去的话 外面还有三道 是用光感应的防务网 他就是关到这个地方 对 三个防务网的话 你根本跟逃不出去 那你逃出去的话 保杰 你逃出去也是死路一条 他最近的村庄 都要10公里以上 你不可能在零下40度 在外面徒步10公里 那是不可能的 好 那你说夏天 夏天跑出去 那不是OK吗 保杰 对不起 这个地方是草原地带 草原地带的话 夏天出去的话 很多野狼 狗 很多野兽在外面 所以你也是马上 就大概会被野兽给吞掉 所以你说这个地方 冬天的时候 它是冰天雪地 你完全不能离开 到了夏天 你想说我可以出去了 可是全部都是野狼 而且这个地方 真的不是人住的地方 因为传言 这个监狱早年 可能是俄罗斯 这个前苏联 在制造这种 浓缩釉的工厂 所以这里面 还有放射物 可能有放射物在这个地方 那还有 后来 后来这个地方 又变成是什么 集中营 所以里面有很多解剖室 解剖室里面 放了很多人的器官 什么眼睛 什么之类的 而且里面墙上还常摆了很多照片 所以听说这个监狱 晚上还会闹鬼 闹鬼 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画面就是 有一个人要出狱 结果后面有个影子跟着他 就在这里 对 晚上闹鬼不说 就是鬼都不想待的地方 晚上闹鬼不说 那这个地方 你要二次四小 他们叫你起来工作 你就要起来工作 你晚上可能睡不好的时候 白天没多久 人家就把你提醒 工作去了 所以他们在里面做了 作息是这样 所以里面真的是非常恶劣 你知道这个首富被关了 快要十年的时间 因为后来俄罗斯 要争取奥运会 他就说 你要改善你的人权关系 第一个被点名就是 你要把这个首富放出来 所以后来他就说 好啦 那我就把它放出来 要不然的话这个首富 可能会被关到死 你要讲到的 一开始跟他敌对 就是这个画面 就是他 一开始跟他敌对 结果他的下场非常惨 可是 就算你一开始对于普丁掏心掏肺 你只要有一个小动作 不如他的意义 他也让你非常难堪 对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画面 这个首富 现在已经换人 换成这个谁 俄国现在的新首富叫 德里帕斯卡 那为什么他会变成首富呢 他说因为他那时候 他不是 普丁不是把尤什科 收威国友吗 他又把这个公司 交给他去管 所以他现在变成是俄罗斯首富 等于是说普丁 我要谁当首富 谁就给当首富 你说俄罗斯的首富 是普丁要谁当 谁就是首富 你当然就是首富 那你知道这个画面是什么呢 这画面是2009年 他是巡视这个首富 德里帕斯卡他的公司 他的公司 这个是个旅工厂 那旅工厂他去巡视一遍的时候 他 你知道普丁还刻意 找了所有的俄罗斯的电视台 你给我实况转播 后面都是电台 对 你给我转播 转播什么呢 他当场斥责德里帕斯卡 说你这公司怎么经营的 经营得这么烂 我刚才去 对 他现在就在骂人 我刚才去看你们工厂里面 你工厂的环境很恶劣 你看这马上就实现了 但是也这么难看 他讲我要被坐牢了吗 环境很恶劣 然后你们这个什么相关的程序 你要给我改一改 结果他就马上给他一张协议书说 我要你改的东西 你给我改一改 结果你看 德里帕斯卡马上就去签名 签名签名签名之后 宝洁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德里帕斯卡签名签名之后 他笔就放着 结果普丁就说 干什么 笔还给我 他一样大声的斥责他 你笔还我 那是我的笔 这整幕就在整个俄罗斯电视台里面播放 那怎么样 你看他当众羞辱这个首富 他羞辱首富是什么意思 我这个首富 我其实有在盯你们这些 而且我表演给俄罗斯民众看 也就是你们根本就是我普丁的狗 要你叫就叫 要你跳就跳 你完全要听我的话 而且我秀给全俄罗斯民众看 你看我当众羞辱首富 你看你们可能觉得他是贪腐 我就修理他 所以就知道他同时博得民众的好感 同时这个首富也夸心惊 好了 普丁这么有钱 但是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证据 现在终于有一项 可能是真正的证据会出现 这个证据就是巴纳玛文件 巴纳玛文件有他 巴纳玛文件里面 其实没有普丁的名字 但是有几个人被认为说 他可能跟普丁有相关 我们先来看这个 罗尔杜金 罗尔杜金保洁你知道 他是一个大提琴家 大提琴家还好 你觉得他应该没有 你会觉得大提琴家有钱吗 会很有钱吗 应该是还好 对不对 结果他没有发现到说 他的身价可能有数十亿美金 他有数十亿 对 为什么他会有数 因为他在巴纳玛文件里面 出现他的名字 他旗下有什么 保险他旗下有 俄罗斯最大广告公司 大概5%的股份 然后有俄罗斯电视台的股份 然后也有俄罗斯一个 俄罗斯银行3%的股份 他想说你是个职业大提琴手 你为什么那么有钱呢 原来他介绍普丁 跟他的前妻认识 而且他还是普丁女儿的教父 所以他跟普丁一家人关系非常好 所以他是普丁的人头 对 然后听说 为什么普丁会把很多资产 过到他名下 因为他是大提琴家 他的身份不会受到怀疑 而且他到全世界各地 他可以走来走去 他可以洗钱 所以进行他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好 那从下 现在普丁被认为是全世界最残润 最无情 最血腥的区域 我们看到一个画面就是 乌克兰有一个最大的军火库爆炸 现在已经确定了 没有想到 这个军火库的爆炸 竟然是普丁下令 是 这是今年3月23号 晚上0点45分 大家在睡觉的时候 突然哼了一声 整个地洞三摇 在他周围的 保洁300公尺之内的所有房屋 映身而倒 全部都垮掉了 垮掉之后 很多人都吓得要是惊吓得起来 一看 整个天上竟然会出现一朵 迅壮云 他们吓死了 这是什么东西 原来是俄罗斯 乌克兰最大的军火库 竟然被人炸了 炸了以后保洁还不止如此 根本就火队300公尺 那也根本尻不进不了 因为它还在不断的爆炸 不断爆炸 天上像放烟火一样 一下子 一个比汽车 比卡车大的火球 就会炸出来 再一直打 所以到了第二天 没办法灭火 第三天还在放火 然后这种火光 到处一直放 最后 乌克兰下到的时候 还做了一件事情 紧急撤离方圆七公里的地方 通通叫做紧急逃命圈 所有居民全部撤掉 而这么恐怖的事情 只有车落比爆炸的时候 十公里 大家想说 是不是跟原子弹一样 爆炸的恐怖 可是这后发现 到底是怎么发生呢 原来是普丁干的 普丁干的 对 因为他们快找到证据 普丁呢 竟然派了一架无人飞机 载了一个最恐怖的 铝热剂手榴弹 叫做DMG-1 直接的飞了 铝热剂 对 铝热剂就直接冲进去 因为你这边是 乌克兰最大的军火雾 是现在最可怕的燃烧弹 对 然后反正它呢 一进去之后 它是铝热剂 因为它本身有氧化物 一炸了以后呢 它不需要外面有氧气 它直接就烧 一烧的话 瞬间是2200度 所以它就用了一个无人机 载了一颗手榴弹 铝热剂手榴弹 直接就进去 所以这个是普丁干的 而且还不止一次 它在2014年2015年呢 也曾经用14颗去炸 也曾经用无人机呢 又去炸它们 有一次呢 一炸的时候呢 1700人死亡 都是普丁干的 可是普丁这样干的时候 它全部不甩世界 而且它现在呢 自得意满 所以它最近又宣布说 它要禁军欧洲了 所以禁军欧洲的时候 9月14号到18号 它要在欧洲重启 那个以前俄罗斯 苏联最可怕的 西方演习 什么叫西方演习 它已经用它的列车呢 一下运了4000辆坦克车 直接就到了那边去 4000辆坦克 要在一场演习 而且里面最可怕的是 整个俄罗斯最可怕的 第一进位坦克军团 直接就过去了 你说历史上最可怕的 那个八八军演要重演了 是的 本来第一进位坦克军团 会让所有人都害怕的是什么 它呢 它所有配备的是 800辆的坦克 800辆坦克 比德国的暴二总数还要多 然后比波罗的海 三个国家的所有坦克都要多 而且最可怕的是 T-14阿玛塔最新的坦克 而且上面呢 还配了300辆 300辆自首火炮 上面是有战术飞弹 战术飞弹就是刚刚的旅乐计 原子弹 都可以在这边 然后最可怕的是说 过去的时候呢 它在柏林围墙的时候 就是它第一个 攻进柏林围墙的 烧杀鲁烈 当时就把德军的70万 70个步兵师 全部歼灭 就是这个第一进卫军团所干的 是 然后这个呢还是战争 1968年布拉格之村 当时捷克呢 说他们要有求他们自己的民主化 结果那天呢 移架运输机 货机 就mendan 说他们要紧急迫降 这样他们的那个 机场之后 布拉格机场一下去之后 跳出来的都是特种部队 瞬间的就把那个机场给占领了 然后源源不绝的散兵就进来了 信号旗进来了 对 这个信号旗就进来了 可是最可怕的不是这个 而是外面呢 第一个冲进来的坦克车 后面带着6500辆坦克车 冲进来的就是这个 第一进卫坦克军团 而且进去之后 他们多狠 当时很多的那个 捷克人就说 我们要民主 我们是怎么样 我们要和平 挡在路上直接压过去 走走走 当时候布拉格 直接撵过 他根本不相信你是平民老百姓 一下子那一场平定 所谓的 苏联平定布拉格之尊 死掉一万多平民 就是第一进卫军团 直接给押的 现在这个第一卫军团 竟然要在西方演习了 要在西方演习 而且普丁是在2014年的时候 重建这个军团 就告诉你说 欧洲人你们想到 你们最害怕的第一进卫军团 我已经把他派到欧洲这边来 好 那信品 刚刚讲到了 共产国家很多的事情 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 现在我们看到了 现在有一些越南当时的苦劳 公布之后 才发现 那根本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地方 这两天台北热 对不对 大家一点到三点 要限电 大家觉得一点三点 没冷气好热 对不对 你相信监狱里面 不断有人死亡抬出去 死亡抬出去 全部是被热死的 真的假的 1864年 法国人在这岛上盖了一个监狱 刚开始120间 那法国人把这边盖了的时候 没想到1940年 越南把他当关政治犯 所以我跟你讲 关政治犯 我跟你讲 北越的领导人很多在这边被关过 所以后来北越 一统治南越之后 第一件事情 把它废了 不是废了 变成光光圣地 这是我们坐牢的民主圣地 好 这地方有多可怕 你知道吗 你看 第一个 这个 所有的囚徒 一排排被烤住 那我要上手手怎么办 没办法 我要动怎么办 你注意看第一件事情 一根铁杆出过去 每一个脚都被尻在这个上面 第二个 你知道有多热吗 没有一个人穿衣服 为什么 因为它上面是铁板 铁皮屋 铁皮屋 越南 越南 很热 越南比我们还热 仔细看一下 每一个都是皮包骨 对不对 好 后来他们又搞了一个老虎龙 就这个 这是老虎龙 老虎龙就这个 总共一百二十间 每一间 五平方公尺 你看这个 为什么叫老虎龙你知道吗 为什么叫老虎龙 因为像养老虎在里面一样 你在上面 上面很大空间 我在上面可以用干脆搓你 像逗弄老虎一样 我还拿东西去撒你 真的假的 对 所以他们警卫就喜欢在上面 看到这个不爽就搓一下 那个不爽就搓一下 去逗弄你一下 像老虎龙 所以每个人是被关在笼子里面的 大家一看老虎龙这么大一个 对不对 你住多少人 63人 这样一个地方住63个人 这一个地方住63个人 居然只有五平方公尺 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63个人 连坐下去都几乎不行 而且热得要命 你在里面 热不了 你就出来 好 我告诉你 最可怕最可怕的 现代 这个已经过去世 对不对 我要跟大家介绍现代的 现代最近死过人的 就这个 这是哪里 菲律宾 这个监狱本来要关多少人 你知道吗 关900人 现在关了多少人 多少人 超过5000人 900变5000 而且现在菲律宾 不要忘记 比台北还热 还热 你各位看看 一定要看这张照片 这个因为太热了 全部都挤到这边 你看这张照片 太恐怖了 这个是什么 你知道吗 这个是睡了篮球场 因为里面已经睡不下 没得住了 睡篮球场 不要忘记 他也是热得要命 里面跟蒸笼一样 里面人最怕什么 就是热死 是 刚刚蔡英文在明明向大家保证 他民党执政以后 绝对不会缺电 而且会逐步达成 2025年 非核家园的理想 怎么现在公务员 中午不能吹冷气了 抱歉 你知道台湾运气好 今天中午 刚下了一场 护国神雨 温度骤降 明天可能 真的不用限电 但问题 不是这个样子 是台湾现在的电力 真的不够了 你不能每天都靠下雨 来救你啊 不能每天靠急西域 好 那你刚刚讲 人生最可悲的就是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我向大家保证 民进党实在之后 绝对不会缺电 好 两年之后 我们曾经 在政坛上 叱咋已死的 谢长廷 晓夫在日本讲话了 晓夫说 我告诉你 因为他在接待日本 跟台湾的大学生 他说我们日本 跟台湾人之间 文化差距真的很大 台湾已经讲说 2025年 非核家人的时候 日本人吓一跳 他问我说 那电从哪里来 只剩8年了 你知道晓夫怎么回 怎么回 他说没关系 绝对不会缺电 但电从哪里来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所以他也不负责任了吧 所以昨天晚上 有那么一个瞬间 网友觉得 他可以接任赖清德 变成新一代的干化王 好那我们看到 过去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公开讲说 台湾不会缺电 台湾为什么不会缺电 因为这些电 其实都被台电给藏下来了 台电故意隐藏这些电 就是为了发展核能电厂 那现在你已经执政了 怎么说呢 抱姐 因为过去几天 我们实际在盯台电网路上公布的 尖峰用电 抱姐你仔细看 目前用电量3266.2瓦 你看已经在绿灯的边缘 往下再跑 预估最高用电 就已经跑到橘灯的边缘 再接下去 就是红灯跟黑灯了 那就要限电 没电了 因为电就是不够 现在的问题 就在于尖峰用电的时候 电大家都开冷气 大家都要运转 都要上班 都要推动大众运输系统 民进党在过去都讲是台电长电 2014年想想论台上面有一篇奇文 叫做没有核电 台湾也不缺电 这个伟大的作家说 我要破解马政府的制造缺电计量 根本没有关系 我们不需要核电 好啦 这位作者很棒 邱明哲先生生于1980年 是清大社会学系的学生 社会系的 所以他最后博士 有没有拿到我们不知道 但他写这篇文章超厉害的 我当时看了 觉得真的 台湾不缺电 是马英九在骗人 但问题是 你知道现在呢 现在缺不缺电 缺 但你知道邱明哲到哪去了 在哪里 你高深社会学背景的这一位博士研究员 现在是台电的董事庙了吧 台电董事 他不是学社会学的吗 对 那你懂电力吗 你学电机吗 他懂用爱发电就好啦 你当年 我坦白讲 我个人对他最有意见的是 2014年的时候 你告诉我不缺电 现在升官发财给我当了董事之后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告诉我说我电不够了 那你电在哪里 我在红色警报区了 我以前都听你们讲说是 你们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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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现在邱明哲 有没有 现在从经济部政策评估整合办公室主任 升官发财来到台电董事会的时候 你用社会学的背景告诉我 哪里不缺电 你把台电打烂嘛 结果现在领台电的钱 对缺电束手无策 那你应该把台电的黑幕给掀开啊 你现在是台电的董事 你应该把台电那些 等于说 故意要发展核电 伪造很多资料的人给掀出来啊 掀个屁啊 我现在都不知道邱明哲 现在是不是在吹冷气咧 因为你现在实际看到的状况 我国政府面对这个状况 怎么做 公务员不准吹冷气 一点到三点最热的时候 保洁我告诉你一个故事 我国某个主管相关政策的公署 昨天在办公庆会 公庆会 公庆会结果发生什么事情 你知道 底下有很多相关的人士 平常激动的不得了 一定要要求你遵照规定 当天一点开始关冷气 两点的时候 大家热的烟烟一席 主席在宣读相关的内容的时候 底下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 你不是环保人士吗 太热了 快中暑了 那结果你知道怎么搞 一到三点冷气一开 忽然之间 风风火火 主席我有意见 主席我要提出你这个问题 主席你的公信力不足 所以提出环保人士也要吹冷气 所以保洁 现在唯一的状况就是 供电确实快要进入红灯 巅峰用电不够的时候 我们最伟大的政府 现在可狂了 网友因为吹不了冷气 热钥匙 现在做了一张图 她说蔡英文 你实在比川普要狂太多了 蔡英文 对 川普讲说 就是因为我当选 川普才会来美国投资 这没错 不得你也这么讲的 但你错了 真正厉害的地方是蔡英文 蔡英文说 你川普乱讲 如果没有我 川普怎么会到你那边去投资 我才最厉害 所以你说蔡英文 当选才把郭台铭给赶出去的 保险因为没电了 你不然要怎么办 好 那社长 刚刚讲的 郭台铭这次跑到了威斯康星 大家以为说 你就只是去跟我一个面板厂 结果郭台铭竟然要去卖西洋森 对 其实威斯康星 他有一个很大的特产 就是花旗森 我们讲的婚工心 真假的 对 威斯康星是粉光森的大本营 对 大本营 所以郭台铭希望用生技科技 去把这个花旗森 做大量的这种所谓 使用开采行销 那花旗森其实在中国亚洲这边 其实认为花旗森不是最高的一种品种 他当然对人体是有益的 尤其对中老年人 最高的品种 这种所谓森对最高的品种在哪里 在中国的长白山 长白山 长白山是天下第一品 天下第一 尤其是长白山的野生 野人生 是天下第一品 你说生产在不同的地方 它就分三六九等了 对 但长白山要采这个人生 其实跟我们想象不一样 你不是说我进山去找 找到了 我就挖到了 就是你的 不是那么简单 长白山第一个 它海拔2700多公尺 它里面有一种野兽 叫白蛇护眉 那个蛇 那个蛇眼睛这边有两条白线 白蛇 白蛇的眼睛 白眉护蛇 白眉护蛇 白眉护蛇它还有忌讀 第一个你要经过这一关 第二个长白山里面 有什么猛兽 第一个东北虎 第二个金钱豹 第三个黑熊 它有很多以前闯关东 闯关东 就是要去挖这个人生 那你这个人生 你去找到的时候 其实他们有很多禁忌 他们沿途 比如说晚上 在那边砸饮的时候 他们生火 那个火你不能断 灰比才发起 第二个像古代有那个铜钱 铜钱比如说光系通宝 道光通宝 有这个光字的不能用 它有很多禁忌 光没了 光光 找不到 第三个是你找到这个人生的时候 找到这个人生 他们必须要一条红线 先把这个人生上面这边先固定住 把红线 先绑红线 绑住 因为它不是像我们挖竹笋一样 一铲子下去挖起来很快 它不是 因为人生不能断 尤其人生的根虚是非常有效的 而且你根虚采回来的时候 你看它用那个什么 用那个胎线 用胎线 外面再用一张滑树皮 把这个你采到了 零根虚一起包起来 它那个营养才不会流失 新鲜度才能保持 你说连土都要留下来 对 那因为你要整张糊起来 整张抓起来 所以你不能用那个铲子去挖 挖完 你这个根虚就整个断掉了 所以你看它用手扒的 用手扒的 用手扒的 用手扒 爬慢慢慢慢爬 爬开爬到后来 你才把人生慢慢的整理 把西约这边整条好好的拿起来 放好带回去 带回去 那长白山的人生它特别好 为什么刚才讲说它天下第一品 因为你注意它的土 它的土是黑 黑土 它的土是黑的 自然的一个黑土 所以有人讲说它为什么天下第一品 因为它这个黑土的土壤的营养 你全世界其实它长不到 而且长白山的温度跟湿度 又刚好适宜它的生长 所以它长出来的东西特别好 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影片飞机坠落在地 瞬间爆发爆炸开来 这个不是一个飞机的事故 你很难想象 这个竟然是NASA所做的一个实验 是 保育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呢 因为NASA想要知道说 如果飞机下来之后 我怎么去救人 让这个火灾解得更少 所以他们在这湖里面 用这个飞机进行了15次的坠机 但是没想到最后失败 直接把飞机从空中这样丢下来 直接丢下来 然后丢下来的时候 保育里面是装满了飞机的机油 然后里面当然也是一个遥控的 里面没有人 但是人有放了很多假人 这假人就是如果当时 你说架子座也是假人 架子座都是假人 那怎么飞 那就是遥控的 因为NASA这个能力 然后掉下来之后 NASA也可以让这种民用航空 747用遥控的 全世界最好的飞航的一个专家 所以什么 剩下这些人就是到时候撞下来之后 你会受到什么力量 你怎么去逃生 都这样放着 结果保育没想到呢 他们最早的时候是想说 下来之后呢 他们想要设个机制 在跑道上立缸柱 因为呢 百分之七十的机油 都在机翼里面 所以你下来 如果真的要迫降的时候 我把你机翼给切断 一段段切断 所以你的机油就被放掉了 是 然后你就不会一烧到这里面的人 但是没想到呢 整个飞机下来之后呢 其实飞机太大了 完全没办法 是完全照你的计算 但是一下来之后呢 分不开来 分不开来 一切 左机手先着地 然后你就一撞以后呢 整个机翼就一转火 就全部烧掉 是 烧掉之后呢 而且撞到前面的那个阻挡物之后呢 而且最可怕的事情是 他本来都准备好了 他们想说 我要让火烧得最少 人可以赶快的去救 有法机足足烧了一个小时 消防车坐在旁边 根本说不能靠近 不能靠近 温度太高了 整整烧了一小时 为什么他们哪会做这个实验呢 是因为其实他们发现说 整个空难里面 除了当场破碎摔死之外 烧了最多的 死亡最多的 就是被火烧死 而且这火焰 就是飞机爆炸 不是飞机爆炸 而这火焰烧的方法呢 就非常的诡异 比如说呢 在1983年的时候 有一架飞机 在空中呢 有点那个起火 破降成功 应该人没事嘛 就打开超门的时候 突然会出现散烂 所以里面的人呢 是在这最后 已经平安降落之后 一个散烂就死掉了 然后甚至于 里面全部被烧死 对 因为它本来还平安破降 就破降之后 开机门的时候 竟然会发生一个散烂 所以整个飞机就要烧了起来 就烧了起来 没办法救 然后还有一次呢 是我们瑞士航空111 它里面呢 一个电线一走火之后 炸人600万块 然后呢 美军和加拿大 出动了100万人士 找了一年 还没把他的残骸 给找了出来 你说分了几块 600万块 差这么多 就全部在空中就毁掉了 甚至于有一次 最可怕的是呢 这是英国的航空 在曼车斯特这边 它是一架小飞机 就保洁一烧的时候呢 火呢 很快就灭了 可是人呢 全死了 因为他们都偷偷中了毒 而那毒的死状呢 就跟纳粹集中仪里面 那个犹太人被毒死的状况 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在飞机里面 有很多的解构物 有很多的电线 这个烧起来 会有很多代曹锡 它就全被毒死了 不是代曹锡 是CNF 孵化氫 就是希特勒 拿去毒死 纳粹那个犹太人的 那个毒气室里面 那个最毒的毒气 那里面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呢 因为你飞机在做的时候 你要做各种材料 然后有很多时候 空中还要配合空中 那个震动的硬力 所以那材料 要配很多成分 就发现还有那个油 那个油的燃烧量 因为飞机这么大 所以保险它的油的燃烧量 是一般黄色炸药的10倍 它的当量这么高 里面就有很多添加剂 那NASA就讲说 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NASA呢 就特别的拿这飞机来 我们看能不能在这个过程中 我找到它燃烧的机制 找到它油的方法 甚至有加一些添加剂 让这个火呢 不要烧这么快 不要烧这么快 1984年NASA过去说 它失败了 到现在为止 飞机如果怎么去解决这个 破降之后燃烧的状况 NASA说 它失败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是 NASA砸了15台飞机 里面放了所有的假人 所有的Sensor 从空中破降 甚至在地上整个烧起来 我要如何让伤亡 我们捡到最低 目前没有答案 没有答案 好 那谢品 我们看到这次 北韩它又试射飞弹了 没有想到它这次的飞弹 差点打中了一个 发航的民航机 我跟你讲 这次飞弹 飞出来 它越过的那个轨迹线 掉下轨迹线 刚好是发航 波音777 刚好经过 经过的航线 上面带有323个人 我跟你讲 还好发航飞得慢了一点 对 没有经过那里 假如发航飞快一点 它有可能被打到 刚好就在它的航线上面 所以这飞弹一掉下去 这个一算出来轨迹 大家傻了一跳 这么大的一架 777班机 差点被金小胖的飞弹打中 它居然在轨道 飞弹的轨道内 对 它在飞弹的轨道射程之内 这一次如果这个飞弹 真的把发航打下来 那真是天大的事情 最近怎么这么多 对 那讲起这个事情 让我想起来 世界上最诡异 最不可解释的 飞弹打下飞机 就是韩国的韩航 韩航 007 注意看这个韩航 韩航007呢 是1983年9月1号 我为什么它诡异呢 它从阿拉斯加飞到 首尔 好 当时叫韩尘 没错 结果第一个诡异 它飞进苏尔的领空 偏离航线超过400公里 但是沿途的航管 没有一个告诉它说 飞偏了 飞偏了 第一个没有 第二个它要定点回报 它回报都说 我在我的航线上面 奇怪了 第三个更诡异的是 那俄罗斯的这个战斗机 飞起来之后 发了四次警告弹 总共打了超过200发 它还是一路上 在俄罗斯的领空里面飞 都已经警告你了 警告四次 就它还不敢 最后一个 所有无线电都发觉 美日军方都拦截到 这个俄罗斯苏凯15 空中跟地面通话 拦截到通话 没有反应 你们也不警告 这个航航007 还继续让它 在所有的领域里面飞 最后俄罗斯受不了 你要飞出我的领空的时候 我突然最后把你打下 一个飞弹打下 好 这件事情 你知不知道 美国总统为了飞机吃事 第一次雷根道歉 第二次是谁 第二次是什么事 第二次居然是 我们华航CI-61 在澎湖上空出事 澎湖 我们的华航师 是美国总统 为什么要道歉 美国的布希总统 公开道歉 美国总统为 这个外国航空公司 失事 道歉就两次 为什么 一次就是 韩航 一次就是2002年的 华航空中解体 你美国总统道什么歉 好 雷根特道歉 有蹊跷 这一次他道歉 也有蹊跷 大家一研究 蹊跷出来了 注意 他是在这里爆炸了 好 他的爆炸 翠片应该是往前飞的 为什么 他是飞香港 是 飞香港是这样飞的 所以他在这里爆炸 爆炸以后 啪 雷达上出现四个光点飞 一个光点往这边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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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光点是 他的 这个 左边的 就记忆带两个引擎飞 但是 不可解释的 一个光点 立飞 怎么可能立飞 他的航线 你说那个一二三四 他在这里爆炸的 而且他的航线是这样飞的 注意看 这航线是 实的是这样飞的 他的运动方向这样子 所以他爆炸之后 应该是这样子的 对 怎么可能有一个这样子 而且还在空中 飞行了十分钟 对 飞行了十分钟才掉下去 是 这不可解释 这不合理 不合理 那后来就有一个说法 说原来这时候 中共正在南海做空前最大规模的演习 是 中国在演习 隐形的侦察机 或是美国的隐形战机 在华航飞机下面飞 跟航航一样 跟航航一样 那他飞得太近了 他的尾翼 割到华航飞机 真的 这个现在好 为什么这讲法有几个可以支持他 第一个 美国总统不惜 出来公开道歉 第二个 第二天趴下 美国的军事人员 包括CIA 全部 都来到 这个地方 第三个 大陆 也知道这件事情 大陆的渔船 伪装 全部都来打捞 这个残骸 而且 打捞残骸 不在这个 不在这个 在第四个 去打捞残骸 然后美国军方支援的 全部来了 也全部打捞这个 第四个 这个是 台湾有史以来 照明弹 打最多的时候 我们 整整一周 晚上 把这地方 照得跟白天一样 美国提供的照明弹 啪啪啪啪 一直往天上打 无限供应 无限供应 就是你要把这个地方 掉下隐形战机 掉下 第五个就说 他本来是隐形战机 雷达看不到的 就他撞了它之后 出尸了之后 他的伪装没有了 所以可以看到 这时候 我们当天 这个光点一出现之后 八架 四架幻象战机 十弹 起飞 立即在两架 空中侦察机 全部起飞 六架飞机 飞来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的雷达发觉到不明的飞行物 好 第六个就是说 后来说 它是因为金属疲劳 第四十六段 金属疲劳 你怎么知道金属疲劳 第四十六段 一直没有找到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金属疲劳 都说是华航维修没有诺好 对 华航之前故障 结果阴漏就简的补起来 结果 你应该是要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你没有看到 怎么能证明它是金属疲劳 对 第七个 完全没有呼叫 呼救 任何东西 你要出现金属疲劳 要出现卡卡卡的时候 你有呼救的机会 完全没有呼救 所以这个华航这一次的飞机 太诡异了 太诡异了 最后一点 国家地理频道 什么 专门在空难事件第六集里面 做了我们这个 华航 华航 他居然用说 这个时事有一点诡异 诡异跟神秘 还没有 他结尾的时候 你知道他讲什么 他说 这个事件 永远不要再重复发生 那很多非洲时事啊 他做了六集都没讲这句话 只有在我们华航的飞机里面 他居然用了这么一个怪异的结尾 董事长委 因为他现在非常的一个纷乱 可能没有想到 警察都出列了 警察出列 还出现了一个恐怖的大爆炸 对 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是 这个都是间进接近 这个内战的这种战斗 警察在耶 对 你看这个武装部队 武装警察 震报警察 骑着这个电机车 那么前面看到的大爆炸 这个爆炸的威力 不是一般的土制大 也不是一般的酒精 这个汽油炸弹 它其实它就有威力 各位看一下影片上 它那个灰尘 那个爆炸碎片 已经飞了几公里之一了 所以它里面除了一般的 爆炸的黄色炸药之外 有可能还有放铁钉之类的 所以当时的 还有铁钉 还有铁钉 或者其他的爆裂物的碎片 所以一爆炸的时候 它这个爆裂物噴了几公里 在这个民众 这个摄影机拍到的画面 当时民众的声音 还有鼓掌叫好的 这就是他们的 他们是针对警察 针对警察 警察被弄伤了 结果旁边还鼓掌叫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 鼓掌在这个所谓的人为的灾难里面 最大的在墨西哥1992年 那么墨西哥这个城市 已在一世之间发生大爆炸 其实只是因为一个水管的安装错误 在墨西哥中部这个城市 这个整个墨西哥的第二大城市 叫做瓜达拉哈拉 这个瓜达拉哈拉这个城市 人口非常密集 相当于台湾的高雄 各位知道其实高雄之前也过 油管的爆炸 那么这个墨西哥 他因为一个油管公司 他做安装油管的时候 他为了方便其事 所以他就接着这个水管的底下 顺着这个一下 接在水管下面 对 那么后来地铁改造 做地铁的时候 方便不用再重挖 所以就把这个油管水管 稍微用一个X型Y管的地方 所以他造成一个U型管的时候 那么产生所谓的电解效应 因为水管漏洞 或水管水气凝结 产生了电解作用 在流动的过程当中有静电 所以这个所谓的电解水解作用 就把这个瓦斯管给融破了 那么瓦斯管 把瓦斯管融破了 对 那瓦斯管融破了 慢慢地渗透出来 那因为这个土石 它会有吸收这个 所谓的油气天然气的作用 所以慢慢慢慢吸附 这个爆炸前几天 很多居民都会闻到一个瓦斯的味道 所以呢 居民就跟当局讲了 有瓦斯味道 他们检查 但是当时呢 并没有发现 这么严重的漏洩 这个外漏出来 后来呢 这个大爆炸造成了 将近200人当场死亡 500人受伤 那么有15000人 无家可归 他的财务损失呢 将近有3亿到10亿之间的美金 新闻商幕最近 欢迎收看关键时刻 我多少节三星堆的考古发现 可以说是中国近年来 最伟大的一个考古成绩 而现在对三星的考古挖掘 没有停歇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 三星堆又挖到这个 非常奇特的赤鲁桂像 全身赤鲁 桂着而且繁爆 上面它的法片 它的绳索 都非常清楚地看到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雕像 另外就是 没有想到 三星堆也有 诺亚方舟的概念 我们看到 这个大概85公分 完全是用玉雕刻的 为什么说 这个就是 三星堆版的 诺亚方舟呢 好 我们今天请到六位来宾 对大家非常首席的 抗云大学副教掌 马晓鲁鲁鲁鲁鲁 大家好 好 第三位航台博士 鳳林彭老师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自身媒体网红下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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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山长 刚刚谈到了 三星堆是中国近年来最伟大的考古发现 而现在考古还在继续进行 现在又搞到一些新的 我们过去没有提到 居然有这种赤裸的人像 它是跪着 而且 它是全身反绑的 对 三星堆的文物 说沉睡三千年 一醒惊天下 沉睡三千年 一醒惊天下 对 其实它的考古发现 一直到现在 不断新的东西出来 最近大陆那边丢出了一批文物 这批文物 一样跟以前一样 它不只是神奇 不只是诡异 而且充满了谜团 就横空出世 对 第一个 第一个我们今天看的是 十二尊的这种 这个玉石雕刻的石像 还有十二个 十二个 对 那这十二尊石像有一个特点 它全部成桂枝 都是桂的 桂在地上 第二个它是裸体 裸身的 第三 它双手环绑 桂在地上 全部双手环绑 双手环绑 对 它的造型非常奇特 你可以看它头上 刚才那个头上的造型 它的头发跟现在年轻人 那个很潮的造型一样 两面是鲤光的 只有头顶有头发 只有头顶有头发 头顶对 头顶这边像一本书一样 翻开 中分 中分翻开 一个很奇特的造型 所以有人在讲 古蜀国的那种人 到底长什么样子 有时候以前讲说 他说仲目 对 那现在又变成这样 头发中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石像出来以后 引起考古界很多的争议 怎么样争议 有人讲双手环绑 第一个人会想到什么 战斧罪犯 才会双手环绑 拿去当人计 计试用 后来其实有一派考古家 更深入的研究 我以后觉得 不是这样子 这个是很高级身份的人 才能这样子 为什么高级身份 从他的眼睛看 因为你知道 这个眼睛出土的时候 他眼睛颜色已经没了 颜色没了 其实出土的时候 眼睛是红色的 眼眶是红色的 眼白这边是白色的 有两种颜色在 眼睛有颜色在 在中国古代 一种代表性的是 你如果要诅咒一个人的时候 你要雕刻他的那个 木人或者说玉人 你眼睛不能有颜色 甚至眼睛不要有造型 就是眼睛等于想空的一样 一个平面的挖空 他这个不是 他把它彩绘 彩绘的表示这个人 他的身份有一定的一个等级 一定的等级 第二个他曾跪之裸体 不要以为这个就是罪犯 你知道在中国李氏春秋 他有提到 以前商汤奇雨的时候 商朝 商汤奇雨的时候 他就自己环绑 跪在地上 向老天奇雨 因为几个月 这是奇雨的过程 对 奇雨的过程 他表示说 我是一个最高身份者 我来跟你上天 表示我最虔诚了 所以我赤裸相见 向你上天奇雨 所以上天 当时李氏春秋会记载说 他在奇雨的时候 是成功的 天降大雨 他也是恃我凡暴 对 所以其实到春秋以后 还有这样的记载 所以在三星堆 古蜀国里面 是不是也有相同这种概念 那当然有人讲 这是用中原去解读 古蜀国 但不晓得是不是有这样的关系 但他们跟商人之间 有这样的关联吗 对 以前讲说 因为他三星堆 他是来自四面八方 那种文化的一个集合体 当然有他本身的一个特殊文化 那跟中国有一些千师万里的一个瓜葛 所以说是不是商朝这边 有跟他们这种概念的一种融合 不知道 没有他这个文化概念 跟商朝是连通的 第二个我们觉得 一个很大的谜团 是这个东西的出土 这个 这个叫玉方舟 用玉石雕刻的方舟 这是方舟 那你会想到 挪威亚方舟 因为要避洪水 那这个易方舟的出现 他其实高89公分 高89公分 等于到我腰部以上 蛮大的一间 一间 重70公斤的一间玉石 重70公斤 这可以重70公斤 它其实蛮大的 那这个方舟的出现 第一个证明说 是不是以前全世界各地 都有洪水的一个灾害 那我们知道 三星堆考古的时候 他以前在地支层里面 有发现很厚的一个淤泥层 表示当时鼓鼠 一样面临洪水的 所以他们也有方舟 要沉船逃走 那这个方舟 他们雕刻的 就是用这样一个表现 它上面 你可以看这个船的 那个上面 它其实有动物 这上面有四只 四只对 像这种鸟 叫杜鹃 底下还有 还有比较细的这边 还有动物 动物叫那个鸟 鸟占切草的鸟 总共有八只鸟 然后你可以看 它还有那个 其他的一些动物 有龙 所以底下都是画动物 所以有这个盘的 这个是龙的造型 其他还有其他动物的造型 蛇 对 龙蛇什么都有 然后还有人 这边 其实你会放大看的时候 它是一个像三星堆面具的 那个人 人头你看这边站的 有没有 像那个青铜利人的人 有人 有动物 全部都 有鸟 全部都汪汪汪汪汪 放在这个方舟里面 所以他们有这样的概念 跟龙蛇方舟不模合 但是它最主要是让我们觉得 它也很神秘的 是一个黑科技的一个问题 怎么样黑科技 你仔细看这个方舟 这个方舟 它的复杂的一个雕刻度 它是镂空雕刻的 对 而且是一种立体的雕刻 立体雕刻 所以以前那个时代 没有人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没有铁铁石书 你用青铜器 那个软硬度 那个硬度 要来雕刻这样的玉石 这个玉石叫龙溪石 龙溪石 是在三星堆古属国里面一条溪 叫龙溪 那个龙蛇的龙 龙溪 龙溪的石头它出来 特别硬 而且它那个石头出来的时候 你看起来有点灼灼的 但是你打磨以后 它会很光亮 就像现在这样子 对 而且它那个纹路就会很漂亮 有那个捐尸的那个纹路 漂亮 或者有新鑫路的漂亮 所以他们用 喜欢去采这种龙溪石 而且他们采龙溪石 跟中国采那个石的情况不一样 中国采石是用挖的 他们采这种龙溪石 是用火跟水去弄出来 因为龙溪石很硬 所以他们发现这种 矿麦的时候是用火烧 烧了以后 烧了以后 再温度很高 水再淋上去 让它整个碎裂爆开 是这样裂开 这样裂解石头 对 小的就直接捡回来 挑回来 大的就从山上把它推 推到那个龙溪里面 再顺流 顺流到四川成都 四川那个 所谓我们三星堆古文物这边 三星堆遗址这边 再去雕刻 那你没有铁器的石袋 你要雕刻 你看中原的玉石 你看雕刻都没有这么环复 这是三四千年前的玉石 你要雕刻成这样 基本上我们讲不可能做得到 工具是什么 对工具是什么东西 但它也可以雕刻成这样子 所以它是有很多的黑科技 那第三个谜团出土的这种东西 这个我们刚开始看 我当时看的时候 以为这个是什么 很简单 它就是一个像咬水的 或者盛饭那个饭勺子 饭勺子 它这是一根勺子没有用 没有错 但这个勺子它本身 不是做饮食用 它什么的 它是指南针 三星堆古蜀国文明的指南针 真的假的 对 没有错 我们看到 这么看起来非常不起眼的地方 你说它是一个指南针 对 它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一石 也是在荣兴那样出展 这种一石雕刻成这个样子 它的这个扫柄 这个柄本身 其实就是指南针的针头 指的方向 它里面含有很高的那种 含铁量跟磁性 含有很多的磁性 很高的磁性 所以它 你如果把这个东西架着的时候 它柄会像浮在空中 它会转 这个等于是一个重心 那不跟轩辕车的指南针一样吗 没有错 三星堆也有 五蜀国也有 那跟皇帝的轩辕车一样 也有 他们其实也有指南针 是喔 所以这个当开始 考古发现的时候 大家所有的解释 都是往那一方向在解释 本来以为是饭草 后来是指南针 对 咬水用的 结果是指南针 所以他们有很多黑科技 我们不知道 所以它要悬空才能够使用 对 那第四个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叫玉骨 玉骨 玉做的 对 玉做的骨 那这个骨我们雕刻 刚才讲很深 它上面其实有很多雕刻的那种图腾 那这个玉骨大概也是 那个高度有43公分 那宽度大概45公分 那这个玉骨 它神奇在哪里面 石头做的 你要做骨的话 应该是用什么蛇皮 用什么皮去把这个表面 或者里面挖空 它不是 才有共鸣 才有共振 对 它是磁心的 磁心的 但是它上面发解 为什么发解它是骨 它上面有敲打的痕迹 那可以敲打有东西吗 有声音吗 有 而且它的骨跟中原的骨不一样 中原的骨低沉 咚咚咚咚咚咚 它上面是铅铅铅铅 很清脆的声音 像萝巴一样 对 比较清脆的声音 所以它们那敲疾的 敲疾人那一把东西 考古到现在没有发现 到底用什么敲疾 所以我们现在 考古人员只能用 其他的器材去敲 所以你说敲这个玉 它真的会产生共鸣的作用 会有震动的那种感觉 对 会有声音 而且传得相当远的一个东西 所以它们这个叫玉骨 这个也是很奇怪的 一个考古发解 是 这是最特别的 这是你要特别介绍的 第五个我要特别讲 中国最伟大的画 清明善和图 清明善和图 清明善和图是用画的 画在指尖上面的 尖指上面的 所以它基本上比较容易的 是 三星堆的清明善和图 就是这一幅 你现在看到的是 三星堆的清明善和图 对 古蜀国 他们一样有这种忍耐 这一幅 所谓他们的清明善和图 所以这个是把它拓下来了 对 他们画的是什么 当时祭祀的一个场景 因为祭祀在古代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个场景 国家的重要是就是四羽龙 对 四羽龙 那这个 这个你看 他们在雕刻的 这个是他们雕刻 他们不是用画的 上面也是一样 他以前有这种忍耐 什么东西都用雕刻 是 那这种雕刻你可以看 雕刻的相当的细致 这边一样 上面有三星堆 比较图腾 特别的图腾 人面相 他在雕刻 包括青铜神树 他的整个都雕刻 雕刻在这里院 所以我的青铜神树 这个巨人就出来了 原来这个巨人拿的是这样的东西 对 然后呢 我后面的人是怎么跟的 现在就懂了 青铜神树 这个巨人是扮演什么不同的角色了 对 这个青铜俐人 我们看展出的时候 当时一直说 他手上到底拿什么 大家都在猜 是毛呢 还是什么 现在什么 卡冰枪 一大堆猜测 其实他一条像这种蛇 一样的一个东西 像玉如意一样 对 你看他这个头伸出来了 你看 在这边 对 所以他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什么拿长矛要打仗 什么 他有这样的一个造型 一个东西 可能也是继世用 但这个造型很奇怪 是前面这边你看不出来 你看看他这边有一个角 龙手 龙手这边有一个角 所以他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对 不知道 他怎么放进去的 对 所以他们雕刻的时候 有他们一个很奇怪的一个 技术在 一个技术在 那这个板画多大了 他总共是32块 32块 每一块35公分 那如果把它拼接 他是一幅土 像简着一样可以展开 但画是一块一块把它拼起来 拼起来 他就整个是一个 技术的一个过程 一个过程 长达11.2公尺 是 所以说三星堆 你中原的是用画的 我用雕刻的给你看 我的整个技术场景 我的清明上合图 就是这样 好 那所以市长 刚刚讲到了 三星堆的清明上合图出土之后 接下来我看到了 青铜神术的作用 原来这种生生中家 它原来是 技术的中心 而且之前在谈的 这个巨人 青铜 大力人 原来 他是握着一个 像龙手一般的东西 对 鲍杰 青铜神术以前我们讲过很多 其实我今天要特别讲一个 新的一个重点 这个青铜神术 你看现在立起来 立起来 它的一个中心 着线在这边很清楚 对 底下三只脚 三只脚撑住 三只脚撑住 告诉你 这个现在是因为复原了 复原成功了 花了十年的时间 这个东西 当时出土的时候 它是因为夯土层 夯得很结实 而且你知道 三星堆以前有一个谜团 它所有脾障的东西 先砸碎了以后再脾障 没有人知道到底为什么 可以 不让人家后世知道 对 所以这个当时 发掘的时候 这个青铜神发掘的时候 它整个树干 树干断成了三结 断成了 树枝 所以大陆的一些 考古文科学人员 花了多少 十年的时间 十年的时间 把它拼接回来 成这支青铜树 但是问题 拼接回来以后 有一个东西跑掉 你形状可以像 中心左跑掉 你重心你就不稳了 你就没有办法 这样立不起来 立不起来 很容易会倾斜 你刚开始立可以 但它因为重心没有稳 慢慢慢慢倾斜 就终起来 倒了 所以你知道在三星堆博物馆 现在在展示的时候 你可以看 它其实有拉线 有拉线去把它绑住 它上面有四根 有三个地方把它撑住 底下这个盘子 固定的 它是用螺丝在底下把它固定 你看不到 底下这边有螺丝 就上面断掉了 上面那一块不见了 有的时候它上面那一块 如果挖出来 搞不好有五公尺高 那如果这么高 它以前古代那种 测量的一个重心 它怎么做到了 怎么做到了 那现在 当时在温川大地震的时候 它其实 包括你绑这个线邦瓜 包括这个螺丝钉 被摇到后来 整个螺丝钉松脱掉了 因为它太高 你那个螺丝钉要咬住不容易 所以古代以前 在四川浩花地震的地区 武蜀国做这么高的一个青铜树 它重心到底怎么抓 可以抓得这么稳 它也是一个黑科技之谜 好 信品 今天我们谈过很多三星堆 三星堆两个最著名的 就是青铜神树 跟这个青铜大力人像 当时你在想 它手上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没有想到 现在解谜了透过这个 刚刚讲到了 三星堆的青鸣上合图 青铜神树是在最正中央 它原来是祭祀的中心 而在祭祀中心里面的 第一个人 就是这个青铜大力人 而且青铜大力人手上 还有哪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 但现在这东西也不见了 它到底什么面貌 没有人知道 原来三星堆所有东西 都是有意义的 还有人讲说 它是融合了周边所有的概念 它是一个世界的贸易中心 三星堆是世界迷惘 你解了一个迷 新迷就出来了 比如说大力人的空手 你说解谜了 那他手上拿着 那是什么东西 又是个谜 那有不见了 好 其实它每一样东西 都是个谜 都无法解 但是外国人 真正觉得最大的谜 是它一个整体 它现在所有的迹象都证明 它曾经是世界贸易中心 古文明 汇翠之地 它在崇山峻里之间 对 我们常讲蜀道难难遇上青天 这个蜀道难难遇上青天的地方 交通不变的地方 它竟然是世界贸易中心 它是几千年前的纽约市 真的 你都在唬我了 但是更诡异的是 它既然是几千年前的纽约市 它为什么没文字 没骨骸 没墓葬 没道路 更诡异的是 外国没有一个字 提到这个地方 它连中国都没有 我们先跟观众讲 为什么它是世界贸易的中心 很简单 当初张谦走私路的时候 回来写个报告给汉武帝 说我走到西亚去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 有个南方私路 早就来过了 哪有南方私路呢 汉武帝就派了四个队伍 下去找南方私路 四个队伍都没回来 有去无回 有去无回 可见它太难了 好 张谦一个人都可以从西域来回 对 他派了四对人马全不见了 对好 那怎么证明它是世界贸易中心呢 很简单 它在三一堆旁边 它晚期的金沙遗址 你不知道找到什么东西 找到什么 超过一千根象牙 这地方不采象牙 不采象牙 而且这一千根是多大量的象牙 你要把一千根象牙运来 那需要多大的商业 这个象牙来自东南亚 来自印度 好 这第一个证明了 印度是一定有商业来往 为什么 发现到尺背 这个尺背 独存在印度洋里面 才有这个尺背 三星堆 隔绝于海洋 它在崇山郡里面 跟不讲它怎么有尺背 你说当成货币使用的这个尺背 对好 尺背来自印度 还有后来又在它里面找到乌木 乌木就是我们做亲笔新的东西 这个三星堆附近 完全不惨乌木 哪来的 印度来的 好 印度来 那探员越过印度 印度更走 到了埃及标忘记 埃及最像的就是什么 权杖 权杖 黄金权杖跟黄金面具 注意哦 中华文明 所有的皇帝出来 是没有拿权杖的 没拿权杖 对不对 只有埃及人拿权杖 还有西方欧洲人也拿权杖 这个权杖太相似 而且注意 法老王所有的墓葬 都有黄金面具 三星堆 结果三星堆也有面具 好 那它跟埃及有来往 第三大文明是什么 是两河流域 两河流域 我告诉你 三星堆最独特 它焊接技术 跟它的铜 铜技术 世界第一 它的焊接技术 跟两河文明是一样的 对 而且它的铜 是没有铜 全世界没有青铜器 没有铜 只有两河流域 它的焊接技术 跟两河流域一样 它的青铜器 含量最少的第二名 就是两河流域 所以它的青铜器的原料 青铜器的焊接技术 是从两河流域来的 对 所以可见它的印度 跟两河流域 跟埃及 跟埃及都有关系 好 现在问题就来了 不要说禁出了 它既然有这么大贸易 第一个 为什么一个文字都没找到 对 不可能没有文字 而且周边国家没有人记载它 第二个就是 没骨骸 第三个 现在没找到墓葬 第四个 没有商道 你怎么来 你总有个路吧 怎么禁出 完全没有路 完全没有禁出 第五个就是 这些照片了 东南亚 西亚 埃及 两河流域 没有一个地方 有文字 谈过三星堆 谈过三星堆 记载三星堆 它自己不记载 别人也不记载 那你这些东西 怎么来 怎么跟人家交换 怎么来跟人家买卖 你怎么成为 世界贸易的中心 我们常常讲的 西亚是一个被亡国灭中 灭文的国家 可是没有想到 但其他地方 宋朝 辽史都有记载 但是三星堆 最怪异的是 他似乎没有人 意识到他的存在 张谦 K 北施路走通 汉武帝 四队人马 通通在那边 一去不回 为什么 因为这地方 难走千百倍 更难走 这地方叫 属生独道 当然里面有 生独就是印度的意思 可见 他既然叫属生独道 生独是印度 代表他到过印度 到印度是多难走的地方 第一个 他是一个山一个河 一个山一个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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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山江汇流 中国最显距的地方 首先过大渡河 你的小老科 毛泽东差点死在这里 是 十大开渡大渡河 死在大渡河 好 再下来 这个金沙江 滥长江 跟陆江 山江汇合 山江就像三把刀一样 把大地切割了 这三个江 不要忘记 清康障高原在这里 你要过山过河 过山过河 现代的科技走这个地方 都是险峻异常 4800年前 2800年前 人怎么样带着货物来 带着甚至运输工具 走过一江一山一江 怎么走的 而且为什么没有留下痕跡 对 而且走到印度去 而现代所有的考古学家 所有人类学家去找 找不到这一条古商道 在哪里 古代人类 他们认为不可能走得出去 好的 出来下 刚刚讲到的 在这个四川 一直到了清藏高原原 还是中国最神秘的地区之一 另外就是你还能想象 它竟然是中国的纳斯卡区 你只有从卫星高空上看 才能够看到它的奇特之处 三星堆非常的神秘 没想到在三星堆 方圆100公里之内 也非常的神秘 而且是从西藏 四川要进入西藏的时候 他慢慢发现 它竟然是个纳斯卡区 纳斯卡区 三星堆在四川成都 上北方的广汉那边 从四川那边往西走 100公里左右 秘密突然发现 都有纳斯卡县的痕迹 这个是在南边的雅庵 雅庵边四川过去的西南边 雅庵的蒙顶山上面 宝洁就在无人机上一看 吓了一下 麒麟武士 麒麟武士图 长10公里 宽4公里 不晓得谁突然之间 那个山川就有这边一个麒麟武士图 再过来呢 从四川往西走呢 大概到了琼来的天台山 有人突然也看到说 竟然呢 上面有一个字 这个树叫做额掌丘 额掌丘呢 保洁他发现很神奇的是 竟然突出来 排了一个山牛为奔的奔 而且更奇特的是说 其实每棵树呢 都是隔两公尺 然后就把它排出 你看到没有 这个树是刻意被摘植的 这个树刻意被摘植的是 形成一个奔 而因为它跟旁边的树种不一样 从高空看就非常明显 但你如果走在这个树海里面 你完全没有感觉 它长达一公里 但是谁中了这个 谁在上面 中出一个奔呢 可是最近呢 又在它北边 在汶川旁边 一个四姑娘山 就是有四座山 他们称为叫四姑娘山 里面有一个妖媚峰 保洁一看的时候 吓了一跳 有人脸 在整个山峰里面呢 你看到没有 眼睛 眉毛 鼻子 非常的清楚 通通都在整个从成都 要进到青藏高原的时候 北中南 我通通都有一个神秘的 纳斯卡图都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如果从高空看 原来有这么多神秘的地方 事实上呢 只要进到青藏高原的时候呢 当初文成公主用了 80种的五行道数一算 整个青藏高原 就是一个西藏模拟图 可是保洁 没有想到说 过去的时候是从高空看 对不对 从无人飞机上面看 没想到从卫星看的话 会更神秘了 卫星又看到一个 非常神秘的地方 对 这个是在整个青藏高原 接近四川的 南边的那个地方 保洁你一看呢 竟然有一个不动明王 镇压鬼王的一个图像 不动明王 不动明王 保洁你看就是这个状况 那个呢 一般来讲都只看到一个 矮矮白雪 对不对 可是呢在东京88 北纬28这个地方呢 一看的时候呢 从Google那边 从卫星的图一看 所以你说这个从Google 二纸上面 你把经纬度打上去的话 它竟然就会出现一个 不动明王的图像 是的 保洁 这里面呢就是一个不动明王 他呢好像呢 在那打坐那边 镇压住一个鬼王 保洁你 他是鬼王 一个鬼王 那正中间呢 保洁你看这边呢 手这边呢 有个鬼王的 鬼王的面具 是这个明王 不动明王把你给的 镇压着给你压到 而且这为了这个 怕鬼王挣脱呢 这个明王呢 还是有点像西藏 那些秘宗的一个修行方式 用神索把自己给绑得紧紧的 我要我的姿态 给你维持到 让你跑不了 让你跑不了 整整的把你给压到 而且更诡异的是 他不是只有这个 他周边也有一些 你无法去理解的神秘图案 怪的都在四川这个地方 而且你必须 要从高空来俯瞰 在旁边呢 还有两个 一个呢 如果看到那个形状的话 他就是西藏里面 传说的黑魔女 黑魔女都有 黑魔女也就出现 好像是要跟他在挑战 还是怎么样的状况 另外一个呢 保洁你看就是一个 这个就是黑魔女的图像 这是黑魔女图像 然后他也是在28度 28度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 然后在旁边呢 还有另外一个 鬼王 就是刚刚被镇压的鬼王 好像是他的同伴 也在这边 所以你就发现西藏这里面 非常奇特 通通都是这些 纳斯卡的一个图形 法老师我们刚刚讲到的 从三星堆上衍生出去 整个四川 一直到的心脏高原 原来是中国 最神秘的区域之间 但是在太阳系里面 你却说 最神秘的地方在火星 对 我们现在看到的 最神秘的地方 就是在火星 所以你看 美国接二连三 在这么穷的情况之下 川普2020年 还要把 好奇号的第二代 登陆火星 他把欧巴马的健保 都给删了 但是欧巴马的火星 他不敢删 火星上有五处 神异的结构 我这边讲五处 然后呢 这里面有四个 是从空中看 2009年4月14号 一个XEMIS 高热解析度的 就是高解析度的热像照相机 特别去照的 照了一圈 非常清楚 再来一个是2014年10月 到2016年9月 浩吉浩拍到的 地面的 两个很奇怪的东西 我们现在看一下 然后我把这个地图 跟大家讲一下 一个是在 保健 这个地方是海 对不对 这个地方是陆地 这是火星 在浅海的地方 这个地方有一区 还有海上面 有一个山 这个地方有一区 这边有一个盆地 盆地 这边有一个区 还有海 海源峡谷 这边有一区 很奇怪的东西 五个地区 五个地区 好 这个呢 就是说火星上的 Civilization文明 告诉你 Aleto它很谦虚 只有一点点小的证据 这个就是 Malas 盆地 这就是海源峡谷 海源峡谷 高空看 就是用那个 高解析度的热显卫星 你看了没有 这些东西 你仔细看 它再给你清楚看 这还有反光 看到没有 所以表示不是沙 你看有反光 而且形状都一样 看到没有 这什么东西 这是海源峡谷 不知道 形状很类似 好像相似的三角形 对 可是这个存在不合理吗 对 不合理啊 怎么会有金属体 你看都会发光 而且几乎都一样 你看到没有 发光啊 好 这是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就是在 这个盆地的右上方 你看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是 就是在一个盆地的右上方 这块区 我刚刚讲了 在右手边 在那个盖尔坑的附近 盖尔坑的 在它的稍微上面一点 这很奇怪的东西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二个 它的形状呢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样子 有亮的 有暗的 因为这是热解析度看的 这个是在Heresys的平原 有 你看这一块 你看是不是都一样 是 好像是圆规画出来的 一圈 那后面是光吗 不知道什么 可能太阳光了 从这边照过来 还是说 说这个里面有灯光照出去 不晓得 这个也是那个 这个高解析度的热像望远镜 2009年公布的图片 所以说这一串 你看这不止一个 一连串 看起来好像都很相似 那怎么可能风吹的 刚好一样呢 而且只吹这一条 这边就没有了 别的地方都没有 就这一块有 不知道 而且后面有神秘光 而且你看 这一圈都是 不知道什么地方发出 这个光不是从上面 这个像是从地里面冒出来的光 对 我们再仔细看一下 对 这个光不知道从哪里出来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一直在想 火星的水是在 已经表面上没有水了 在下面 那表示下面既然有水 是不是有生命呢 就是2020年浩吉浩的第二代 他要去看的地方 你看一串 不知道什么东西 等下我会在 这个光出现的地方 就是在那个盆地的右上角 盆地的右上角 盆地的右上角 等下我会再把那个地图 再拿给大家看一下 好 然后这个造出来 所以说我刚刚说是 热像高解析图像相机 这是Crystal的一个平原 这个平原呢 就是在一个海 前海 因为北面前海 前海里面有这么大一个坑 坑里面有这么多的 你也可以说是沙丘 不晓得什么东西 但是这个里面呢 就没有刚刚的太阳照到的 金属反光 但是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是 不知道 而且是不是有点像 水流的切割的痕迹 你看黑色的 水流切割的痕迹 还是什么东西 我们不晓得 但这个就是在过去火星的 前海区里面的某一块地方 这个就是海原峡谷 更神秘的 你可以看到 这个海原峡谷 你看 这有金属反射 刚刚那个也是有金属反射 你看到没有 我们看一下 它是金属光 看到没有 金属反射 一串 这个都是海原峡谷 所以这几个地方 提你说 NASA知不知道 这是他出来的照片 他怎么会不知道 好 再继续看 这些东西 所代表出来的东西 你看 反光 而且是尖尖反光 尖尖反光 尖尖反光 都在反光 好 这是一部影片 好 我们再看 浩奇浩 你看 这又在爬 爬在中间 这个大概是一地面一千公尺 一地面一千公尺 你说这个是浩奇浩的路径 它爬上去的路程中 你看 都是古湖区 这个可能都是所谓的古文明传 你看到没有这块 三角 你看直线 直角 看到没有 很特殊吧 这个造假也造不出来 你看这一块 像砖 Cubic 一个立方体 而且立方体的黑色立方体 它这个一半是埋在沙里面 好像是自然的物体 但是它的角度来讲 又不像是自然的物体 好 所以说OK Move on 移走了 再看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就是像一个 有点像水雷的东西 水雷 很奇怪的一个东西 这个地方 埋在这个里面 好像一个圆球 是 都不一样 你看颜色是不是都不一样 seems like a floating 好像是飘起来的样子 好像是飘起来的样子 但又不像飘起来 所以中间是有个黑色的地方 你这样讲飘起来 就比下有影子 而且这是一个黑色的洞 不晓得什么东西 所以是不是一个外星人的 一个 不能说外星人 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 你看 漂浮着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洞 很奇怪 就这两个物体 看到了不晓得什么东西 所以说 这些东西在地球上 就像是一个水雷 哪米水雷 然后他说 这个石头 这种特殊的石头 这个是在巴西看到的 也是这个类似的样子 这种巴西看到的 这种东西 中国也有 China也有这种东西出现 所以这中国跟巴西 看到的这种东西 是不是在火星号极号上 看到的一样 有这种类似的东西 我们不晓得 所以表示说 这些都是NASA传出来的影片 所以既然放出来 所以说NASA 是不是很多 他说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东西 但是他都知道 代表说火星不但是过去有文明 可能现在下面有没有文明 那就要看哪一个国家 先截住先登 到了火星 一探究竟 好 瑞德 刚刚讲到火星有怪东西 地球上也有怪东西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居然出现的连体蝙蝠 对 没错 事实上这个连体 因我们常听到 但是连体蝙蝠非常罕见 为什么呢 事实上在巴西这个地方 他们有很多的蝙蝠 也不过发现过两次 在1969年跟2015年这一次 发现了这个所谓的连体蝙蝠 而且这个连体蝙蝠呢 他们都是攻的 然后呢 从他们已经死亡了 从他们死亡的这个遗体 用他们的这个尸体呢 下去拍他的X光以后发现 他们的头 跟他们的这个脊椎呢 是各自独立 还有各有一颗心脏 但到后来连接到最下面的脊椎 这个骨的时候呢 是连接在一起的 所以怀疑是因为这个铜卵 这个等于说铜卵的受精卵 那么分裂的太晚 所以最后的结果 就造成这样的一个 连体蝙蝙蝠 对 那你要知道 其实连体蝙在 就算是人类 它的存活率比较低嘛 那么在动物里面呢 尤其在蝙蝠的话 它的死亡率 其实远远超过90%以上 就它活下来了 对 它活下来 但是后来的结果还是死掉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发现 其实除了这个蝙蝠之外 还发现一些奇怪的物种啊 为什么呢 因为显然在这个世界上面 尤其在海里面 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啊 比如说 在这个夏威夷的这个深海里面 大概快接近1000英尺的地方呢 就有发现一种鲨鱼啊 那这种鲨鱼比较特殊 为什么呢 它会发光 它会发光 可是问题是 它是荧光会发光的 但是问题是 它跟其他的鲨鱼 显然跟它的这个同类呢 不太一样 因为它很小 它大概只有一英尺不到 然后呢 它的重量也很轻 那么它在深海里面 这样的鲨鱼啊 它这么小 然后呢 它又这么轻 可是它会发出这个荧光 那么说科学家 研判它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光啊 那么目前朝向说 会不会是因为为了要求偶 为了要物种 能不能让彼此之间知道 它们是同种类的这个鲨鱼呢 会变成猎物啊 对 但是它也有可能变成猎物啊 因为你发出这个 等于说荧光 那其他要吃你的也来吃你啊 但变成猎物的可能性呢 另外一个方向是 它也可能吸引 它要吃的这些虾子 这些东西过来 所以过来了以后 它反而因为它的荧光吸引 它自己本身要狩猎的猎物过来 然后把它们给吃掉 但问题是 到底是什么 那么现在还是一个谜 所以这里有一个说法就是 如果戴笠没有死在戴山 当时的国共战争可能有另外一个局面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军统都是由戴笠单线抽造 而且戴笠有个最可怕的作为 就是他非常懂得暗杀 而且在中共旁边都有戴笠安排的人 只要他的暗杀了一下 可能这些高干都会一一被杀掉 现在被解决就是 他手下不但有四大金刚 还有一个到现在都很少人了解的神秘女杀手 对 戴笠手下四大杀手 天下文明 四大杀手 有人说成功术是天下第一杀手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上海区的区长 也就是他上海情报网的头子 除监令 所以除监令就是专门杀汉奸的 全部都下给他 他是除监令的第一号杀手 对 他最著名的成功案例就是杀 张孝林 上海青帮三巨头 张孝林 黄金荣 杜月笠 上海沦陷的时候 蒋介石说 你们三个同龙带了家当走 杜月笠去了香港 黄金荣说 你给蒋介石说 你放心 我效忠你 我绝对不一定日本做事 但是张孝林留下来 把上海整个黑帮势力 青帮势力 交给日本了 全部交给日本了 蒋介石叫 戴笠说 杀 戴笠就给 他是上海负责人 成功术 说你杀 张孝林 好 他就看张孝林每天 他是青帮头子 旁边有很多帮众 对 我告诉你 他每天回家 一定要经过一个红灯 成功就派了所有杀手 在红灯旁边埋伏 红灯一梁 全都在那 他们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是不是 张孝林开防弹玻璃车 他们那时候 没经过防弹玻璃 那个时候有防弹玻璃了 那时候有防弹玻璃 张孝林开防弹玻璃 通通没有杀到他 没关系 他们又得第二次机会 他的亲家 找他去听戏 是 他们在戏院 第一排 都是自己人 结果不知道 是不是风声走路了 张孝林 没来听戏 他们觉得 我们要给他一点教训 是 套一枪来 不能吃出名 把他亲家给杀了 把亲家杀了 张孝林得知风声后 向日本人说 那不是更小心了吧 我要宪兵 日本就派了 宪兵保护张孝林 整个宪兵把他的房间保护起来 他们看完了 杀不到 他也不出门 第三个 他就派一个非常厉害的神枪手 混进去 在里面先当这个工友 后来他就给张孝林说 我的枪法很棒 张孝林说 你打打看 你打到吗 太打起来 就打到 好 你做我保镖 他做了保镖 成功术安排在张孝林旁边的 对 但是你进门的时候 是不能带枪的 我进门没有带枪不能杀 结果有一天 他帮司机在洗车 他就故意跟司机吵架 因为没有进门 在外面是有枪的 跟司机吵架 张孝林一听到外面吵架 就探头出来看 他就看了 他拿起来 啪一枪 只探个头 只探个头 就把张孝林给干掉了 上海青帮三个头目 对 张孝林就这么死了 所以成功术 立了一个大功 因此 蒋介石下了一个最大的 民国以来最大的刺杀力 到越南河内去杀 王金卫 王金卫 王金卫也是成功术干的 我告诉你 这个 戴笠亲自到河内去 这从来没有戴笠亲自出面 戴笠到河内去 带两个人去 哪两个人 成功术 跟他的贴身护卫王鲁 就是王卓军的爸爸 他带这两个人到河内去 租了个小房间 再加上河内当地情报复权 四个人就在研究 怎么杀王金卫 我告诉你 他要这些都最顶尖的 除了我们刚介绍过毒王之外 余建生 毒王都来了 我一定要跟大家介绍 这个唐英杰 唐英杰 是民国以来 特务里面 唯一清空最好的 清空最好的 他飞檐走壁 天下无敌 这个陈家错 他更厉害 他是成功术的老师 暗杀天下第一名的 好 那还有一个曹思昂 他的法语 讲得极为流利 这到越南 他法语极为流利 所以我告诉你 这十八罗汉 各个身怀绝技 各有神通 把最好的都去了 好 最好去 第一步 原来汪精卫每天早上 一定要吃法国面包 特定的一个面包店 就那个面包店 送面包的人 咔下 他们把他绑起来 说抢劫啊 抢劫啊 把他钱全部抢 不是抢劫 真正是 吊包他的面包 那个面包里面 吊包面包 毒王 余建生 摆了 没有胃 藏不出来的 毒 在面包里面 就面包送进去了 结果第二天 那个去拿面包的人说 他头痛 这两天食欲不振 没吃面包 没吃面包 这么巧 没吃面包 好 第二个 后来听说他的热水器坏了 就又派了 又是毒王 弄了一种无声无息的 一种毒 去 然后去弄到 那个他的那个 热水器里面 他如果闭门洗澡 那热水器出来 会死掉的 是 结果 会有毒物出来 结果汪精卫那天 又没洗澡 又脱回一节 好 那程公司说 不等了 硬杀 刚好硬起来了 汪精卫要去郊游 郊游他们派两部车子 在路上等他 真的不知道是汪精卫怎么命大 他的车车过来 走了半分之后 突然间说 回去 回去 程公司说 追杀不能再等了 两部车啪就一路追杀 追杀啪走过去 这是有记载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 居然 快要追到的时候 一个电车走过来 啊 越南和雷那是有电车 隔开了 大电车走过来 真的像电影一样 真的把他们隔开了 隔开了 三次都失败 戴笠正路 打电报来说 你三日累 不能人杀 提头来见 他觉得 跟程公司讲这个话 对 我硬干了 好他硬干 就整个队伍要突击队 程公司在外面指挥 六个人进去 你知道谁先翻进去 谁 当然是唐英杰 清宫最好 清宫最好的清宫大王 他翻进去 把大门打开 然后制服门边的警卫 唐英杰 然后整个人冲进去 他总共是二楼 他们六个人进去 四个人先制服下面的 这些警卫 两个人翻上二楼 哪两个人翻上二楼 当然一个是唐英杰 一个是王鲁翘 枪法第一 跟清宫梯冲进去后 撞门撞不开 王鲁翘拿了斧头 啪啪啪披 把门披个洞 一看 床下躲了一个男的 一个女的 男的穿了睡衣 是 他掏枪来 砰砰砰砰 三枪 你说从那个洞里面开枪 对 三枪都命中要害 准到不行 好得手了 撤 就一撤 程公司问王鲁翘 你杀了他吗 他说我杀了他 三枪毙命了 三枪毙命 他说你确定吗 我没看到脸 完了 没看到脸 结果 他们就撤 撤出来一等消息 他杀了 汪精卫的秘书 曾仲明 我要讲 汪精卫那天 跟曾仲明 換卧房 小兔三枯 但是王鲁翘真的很准 三枪就毙命 后来那个 戴笠就说 给程公司说 你给我回来 撤 就全部撤了 所以杀汪精卫 虽然失败 却是中华民国谍报时常 最精彩的意义 好 戴瑞德 你跟王卓君非常的熟 他的父亲王鲁翘 就当时执行 杀手令的王鲁翘 当时真的这么紧张 这么精彩吗 是用斧头先劈开 再直接射击 没错 王鲁翘 因为他有一个双手神枪手 双枪神枪手 他可以一把枪了以后 两只手立刻左右开弓 所以他的枪法非常的准 那除此之外呢 事实上那次王鲁翘 并没有失手 因为斧头一劈开 他就趁着那个斧头的空气 趁着那个劈开的 那个门的空气 三枪就要了曾仲明的命 那可惜的是 那天呢 被这个等于说 汪精卫呢换了房间 所以呢逃过一劫 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 王鲁翘事后还因为这样子 结果还被那个越南 当时越南的相关的这个警方呢 关在越南的监狱里面 被抓起来了 对 他关了好几年了 关了一段时间 为了国家南国除奸 他们的代号叫做南国除奸 所以呢 后来还为了国家 坐了好几年的牢 那么事实上除此之外 现在在民国25年11月21号的时候呢 那时候的王鲁翘呢 那么因为他在代曆旁边当保镖 因为他的枪法非常的准 所以当时他们还有去除奸过另外一位 也就是著名的斧头帮的帮主王亚乔 是 那王亚乔因为他多次刺杀蒋介石 那么所以呢 一定要杀掉这个王亚乔 那么后来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在那一天呢 那么一伙人 受了上级的指示 来到了广西吾州 那么片开了门了以后 王亚乔武功非常的高 他们好几个人都拿了没办法 但是其中一个军统的人 一把石灰一撒 王亚乔的两只眼睛被石灰给遮住了 就这样把他给刺死的 是这个样子的 是他们去杀王亚乔 可是问题是 得手了 对王亚乔 可是问题是没有办法把他的尸体带回来 但是一定要复命 而且一定要见到是王亚乔本人 那我不能把他给带回来 那我又要一定要确定是他 所以后来在他们刺杀小组里面有一个人呢 心狠手辣 刀子一拿起来 就把王亚乔整个人皮给撕下来了 把人皮撕下来以后 用盐巴淹了以后 带回来复命 就把脸皮撕下来 对没错 撕下来给蒋介石看 对 那后来呢 那个王鲁俏呢 他们来到了这个 台湾了以后呢 因为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的警戒 分为好多帮 包括好多个不同的派系 包括来自于唐仲的中央警官学校派系 包括山东派系 包括胡建派系 也包括军统派系 那么王鲁俏呢 当时其实一开始是在台北县当警察局长啊 然后不断的当好多个地方 他一开始在现在一个 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 大概听都没听过 我们一开始在台北市市林北头 不是在台北市 是在阳明山特区 阳明山特区的身份证 0000001号就是蒋介石啊 那么事实上呢 王鲁俏就在这个天子脚下 当了阳明山警察所的所长 可是问题是在民国 41年6月9号的时候 发生了台北第一件 惊世骇俗的抢劫案 当时是有一个年轻人 29岁年轻人叫郑振谦 他拿着一把加拿大的手枪呢 从台北火车站坐了公路局的公共车 来到了新北头 就没想到他竟然拿枪在过 到了新北头的时候 喜劫叫这个 叫司机把车子开到稻田中间 拿枪喜劫了50位的乘客 因为是当时 根本听都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抢劫案 所以王鲁俏立刻来了以后 零技一动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 朝山上的很多的道路都还没有开啊 所以他想 这个人一定还留在新北头 所以下令封锁新北头 然后调来 所当时台北市所有的探照灯 全部把整个新北头的稻田跟山路 全部都打亮 然后让这个人跑不掉 搜山 最后最后 当天隔天上午8点呢 就在北头图书馆前面 遇到这个郑振谦 他很狡猾 他带了一个包包来以后 他把自己的衣裤鞋子全部换掉了 然后当做是一个来图书馆要读书的 这个等于说读书人啊 那个王鲁翘遇到他了以后 他说他来这边读书的 因为他不是住在这个地方 王鲁翘立刻问他 你说你是读书人好不好 中国四大名著 是哪四本马上讲给我听 傻眼了 讲不出来 不是讲不出来 抓回去 抓回去以后发现 原来郑振谦就是犯下这个抢劫案的凶手 所以后来十一天火速枪决 立刻就马上速成速决就把他给枪决掉了 那王鲁翘后来事实上他有一个故事 是他的儿子王卓军在年纪很小的时候 王鲁翘跟他还有他哥哥 还有王卓军的哥哥一起遇到的 他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本来不相信人间有灵异故事 但是他们自己遇到的无法解释 当时台北市警察局一个高阶警官的一个阿伯 那么一个伯伯呢 因为年纪很大得了癌症 在我们台北的一间大型的教学医院的 现在叫做安宁病房 就在那里面其实就在等 等人说最后的一口气了 那么他们王鲁翘就带着 当时还在读书 年纪很小的王卓军跟他哥哥呢 一起来到了这个病房来看这个伯伯 当然王鲁翘还是对他这位部署呢 还是要讲一些鼓励的话嘛 那么所以说 哎呀你不要这个 他就说我活不了几天了 他就跟他讲 王鲁翘就说你不要这样子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你会好起来的 然后这样子 就在讲话鼓励他的过程当中 突然间门扣扣扣扣 有人敲门 王鲁翘叫他的儿子 叫他的这个哥哥 王卓军的哥哥去开门 看看是谁来啊 访客来吧 结果他出去了以后 进来 坐在那个地方 一句话都不说 王卓军也觉得奇怪 看看自己的哥哥 王鲁翘也瞄了一下自己的儿子 没多久 又敲门 他又叫他去开门 然后呢 他又出去了以后呢 又进来 又悄悄的坐下来 一句话都没有说 什么话都没有说 这是王卓军就说 奇怪 有人敲门 是医生护士还是什么 怎么会都不进来呢 然后呢 等到敲第三次门的时候 这时候王鲁翘 没有叫他的儿子出去 他站起来的时候 王鲁翘叫他坐下 问了他儿子一句话 外面没有人对不对 他儿子点点头 不用出去了 不用出去了 因为他已经知道了 死神来敲门了 结果呢 没想到 就在他们跟这个住院 然后重病的阿伯 挥手道别了以后的隔天 一大早 这个阿伯就走了 这个就是王卓军 当时跟他的 中央他的爸爸王鲁翘 真正发生在台湾 王鲁翘还知道敲门没人 对 重大刑案 而且他非常的镇静 他知道死神来敲门 但是还是非常的镇静 因为他的个性 从以前走过来 他是水里来 活里去 随时都可能上命 这个就是为什么 他们会这么 重敬重 这位山东硬汉的原因